這樣我們來到這裏相當有歷史的香檳大廈 一間古董相機店 面前就是陳鴻 紅哥請你講一下你這間陳鴻相機的發展 由怎樣到現在呢 我最初當然是年輕人在店鋪學師 學師慢慢積經驗可以這樣講 所以很長歷史 但你未學師之前你好像從另一個地方移民來香港 在廣州的我本身是廣州的 是 來到香港一路一路一路 大概幾多歲來香港 大概可以了 大概可以了 我十歲八歲來香港 最初來香港有什麽著落 不是 去那些店鋪做boy 做年輕人 那做那些店鋪有沒有跟攝影相關 沒有 有一間店鋪早期就沒有 什麽都做 後來有一間店鋪做相機 那我便一路做到現在 那你自己是否都對相機比較有興趣呢 開始就沒有什麽興趣 但現在越來越 就是越來越 開始就很喜歡相機 自己喜歡拍相機 那你喜歡相機的程度 可不可以講給觀眾聽 怎麽瘋狂發 怎麽沉迷發 拿著相機就很好的 周圍去拍相 又拍完相機之後 喜歡的 有些人就 啊你和我拍一下 那我就和他拍 你知不知 那我就不收錢 但拍完相機之後 送回那些相機 給那些被影相的人 就變了很多朋友 哦 是的 那你用相機這個工具 來認識新的朋友 是的 就令你的交友廣闊了 是的 那有沒有自同道合的人 都和你一起做這方面的影相 都有 但不是很少少 都有的 因爲他看見我這樣 他便跟著幾個人 可不可以教我 那我就有時教他們 可以的都叫徒弟 那其實你在這行 那麽久了 我見到你的店 全部都是手動的古老的 那你是不是有特別的偏好呢 對於這方面 不是的 就是盲中 就是做 最初的時間 就是 如果那麽撞撞到 一間店 那麽請了我 我一路一路來 那麽做 那譬如 近這十年八載 或者再做之前 已經有電子的產品 已經是有些電子化的相機 那你有沒有兼顧 或者是做部份 還是不做呢 不是 我都是做回傳統的那些 那些 那些傳統比較多 你知道嗎 因爲我對那些文化方面 太先進的東西 我就比較 就是不是那麽喜歡 但是那些傳統的 我就可以説得 叫做已經很厲害 就是很厲害的了 已經上了手了 對 上了手了 怎樣沒有都可以 對 對 就好像自己手中的 手指那樣 哇 基本上可以由人有餘的 對 怎樣玩都可以 對 相當有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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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谢谢大家